第一小题是求6与24的等比中项 那等比中项是什么意思 中间的这一项等比中项的平方就等于前项乘后项 好来第一小题 所以6跟24的等比中项就是等于6乘以24之后 去开根号 好那这里多少 24我又可以看成64 好所以这里开出来是6这里开出来是2 所以我的等比中项呢就是12 好那这边他没有讲说他是正的还是负的 所以我们开根号出来 记得加上正负号 所以我们的等比中项呢就是正负12 再来第二小题 假设x跟45有一个等比中项是15 是求x 所以等比中项15 等比中项的平方就等于前项乘后项 好那可以约分没 好15的平方就是15乘15 好以15跟45约分是3 3再跟5约分 所以x呢就等于5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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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